男子手拿垃圾袋裡面裝的 竟然是肛門月的女兒屍體 12年前因為情緒失控 親手拍死女兒 12年後自首投案 但女嬰失蹤這麼久 民政 健保 衛生 教育警政等 多道關卡竟然通通失靈 同樣案例在高雄 竟然還有49件 因為過分消極 就讓這個林小妹妹 在不見天日的床下 多躺了12年 議員同批 政府社福系統失能間接害命 而且根據衛福部資料 六都12歲以下男女同失聯 新北市140人 台北市76人 桃園市75人 台中市56人 台南市42人 高雄市49人 全台一共438人 但遺憾的是 失聯中一般鄰居朋友 通報數只有約20% 市長警察責任通報約80% 受虐童則是差更多 一般通報少於1% 責任通報超過99% 是社會太冷漠了嗎 必須要積極的去把這些 雞婆的储兵找回來 我們針對公立大陸裡面的保全人員 社區裡面的守望 將就對計程車業者 參與更加 更有相關的概念 加強宣導喚醒民眾雞婆性格 並且檢討社會福利網機制 網洋不勞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 無辜孩子受害 記者林正彥 高雄島 意思是 周祥 員 谢谢大家